下边我们学习第八节 出口和跨境业务增值税的退免税和征税 这是咱们的涉及到出口了 你看第七节是进口 第八节是出口 那你看为什么我把特殊行为给放前面了 我把国内的重要的放前面了 然后把跨境的 那么第七节第八节给放后面了 那么这是出口和跨境业务增值税的退免税 和征税的问题 对于这个内容 首先看第二指点 出口货物劳务和跨境应税行为 退免税的增值税基本政策 那么它的增值的基本政策分为三大类 第一大类是出口免税并退税 什么样的商品咱们采用这种政策 国家鼓励出口的采用了免税并退税 而免税并退税 在实际执行中又分成两类 哪两类 第一类对于呢你销售资产货物服务的 我前的两个字 哪两个字 资产 咱们采用的是免 抵 退税 那么免抵退税的方式 而第二一个 如果呢是你收购货物出口 咱们则采用的是什么 免 退税的方式 采用的是免税并退税的方式 这是都是出口免税并退税 但是呢 具体的方式不一样 也就是说在咱们头脑楼里边 你要把呢出口这么几大类政策 它几大类政策具体执行 你要画成一个清晰的图形 那么会更清楚一些 那这是呢第一个 第二个出口免税但不退税 要注意这是什么 我出口免税了 但是不退税 那么既然是免税 说明这个货物 我是鼓励你出口的 你看 我这是鼓励出口的货物 但为什么不退税呢 因为它前一道的生产环节 销售环节 或者进口环节 本身是免税的 什么意思 前边你生产的货物 或者你从国外进口之后 你再出口 你前面就免着税呢 所以呢 你后来没税可退 因此我不退你税 你看 是鼓励出口 但由于前一道没有增值税 那么所以没税可退 这第二个 第三个 出口不免税也不退税 什么样的商品 咱们用这种政策 我不愿意让你出口的 所以我是限制或禁止出口的 这个货物服务 是不免税也不退税 而是照章征税 所以你看啊 这是免税并退税 这是呢免税不退税 这是不免税也不退税 也就是照章征税政策 这么三大类政策 所以下边我们呢 就要分这三大类政策来讲 你看我们下边之间 就是沿着这三大类政策来讲的 那你看第二个之间 出口货物 劳务 跨境应税行为 增值税的退免税政策 退免税政策 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免税并退税 咱们把这税收语言 你要能够呢 这个 转换 它是免税并退税的呢 这么一个政策 免税并退税政策 这个政策 咱们把它叫做 零税率政策 也就是说 我为了让自己的产品 能够服务 以不函数价格 进入国际市场 我呢 不但在出口环节免税 而且要把你在国内环节 所交纳的增值税 都给你退过来 让你以不含增税价格 进入国际市场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零税率的政策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适用增值税呢 退免税政策的范围 包括什么 第一 包括出口的货物 你从国内往国外出口货物 那么第二个 视同出口货物 你把它 虽然呢 不是出口 但是我把它视同出口了 什么情况 你比如说 你在国际上你中标了 你为了完成国外的工程 你把它呢 出口的货物 咱们把它叫做 视同出口货物 下边第三个 对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 劳务 比如说 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 飞到北京来 你在中国北京 你要对着飞机做修理 那么 我这叫做 对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的 那么 第四个 融资租赁货物 这几种情况 咱们要适用呢 增值的退免税政策 首先第一个 出口企业出口货物 指的是什么呢 向海关曝关后 实际离境 注意是什么 实际离境 并销售给境外单位 或个人的货物 它是实际离境 并卖给境外单位 个人的货物 分为自营出口 和委托出口 这么两类 注意 它是自营出口 和委托出口 这么呢 两类 这是咱们的出口企业出口货物 要求你货物实际离境 有可能是你生产企业生产完之后 你自己出口了 也有可能你委托外贸公司帮你出口 第一个 下边从2017年的1月1号起 生产企业销售资产的海洋工程结构物 什么叫做海洋工程结构物 最典型的那个海上的那个采油的井架子 那叫什么海洋工程结构物 或融资租赁企业 及设立的呢项目子公司 金融租赁公司 及设立的项目子公司 购买并以融资租赁方式出租的 国内生产界生产的海洋工程结构物 应按规定交增值税 也就是说 它不再适用呢 退税政策了 爱国内交 但是有一个咱要退 哪个要退 就是 购买方或承租方 为按实物征收增税的 中外合作油气田开采企业出外 也就是说 你购买方或承租方 是中外合作呢 油气田的开采企业 你把这个海洋工程结构物 那么出租给它了 那这时候咱们要呢 享受退免税政策 这是一个 第二个 视同出口货物 简单了解 一旦而过即可 其实咱们在出口角度 并没有考那么复杂 甚至是如果是我 我对于特别系的内容 我会把它放弃 我会呢 看大的那方面 别影响我大的综合题 这就OK了 那么 这第二个 第三 出口企业对外提供加工修理区配劳务 那么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对静静付出口货物 也就是说 你的这个货先进来 然后呢 我加工完之后再怎么办 再出去 对静静付出口货物 或从事国际运输的运输工具 进行的加工修理区配 那你看美国国际航空飞机 飞到中国来 你在呢 中国北京 你做修理区配 那么这也属于对外提供加工修理区配劳务 这出口企业对外提供加工修理区配劳务 这第三个 第四 融资租赁货物 融资租赁货物指的是呢 对融资租赁企业 金融租赁公司 及设立的呢 项目子公司 以融资租赁方式 那么租赁给谁 境外承租人 看到了吗 租给谁了 境外承租人 且租赁期限在五年以上 向海关报官后 实际离境的货物 那么增值税消费 照样适用出口退税政策 也就是说 并不是融资租赁 都不给你呢 这个适用出口退税政策 而是呢 你真正的租赁方是谁 境外的承租人 租赁期在五年以上 而且你向海关报官后 实际离境了 咱们照样享受出口退税的政策 这是呢 咱们出口退税的适用范围 第一个 第二个 增值税呢 退免税的办法 增值税的退免税办法 我们前面说过 其实是两大类 哪两大类 一类是生产企业出口 自产的 那么咱们是用的 免抵退税政策 那么第二类是收购出口的 咱们用的是免退税的政策 来我们看看 第一个 免抵退税办法 看到了吗 我多加了一个抵这个字 就是因为多加一个底 所以你会觉得免得退税 会比较麻烦 来我们看看 它的适用范围 适用呢 增值一般纪律方法的生产企业 出口 自产货物 我强调自产两个字 这个货物是我自己生产的 和仕途自产 什么叫仕途自产 比如说 我生产企业 那么我呢 这个卖汽车 我出口汽车 我这个出口的汽车里边 可能会配每个车 多配一两个轮胎 那这时候 我这轮胎从外边收购了 过来 我放到车里边 那么出口的时候 它是四同自产的 它有严格条件的 这边条件 我们不多说了 那么 四同自产货物 以及对外提供 加工修理机配老物 还有 列明的生产企业 列明的生产企业 那名单 原来我看过 只有70多家 现在增倍增加 我不知道啊 那么列明的生产企业出口 非自产货物 那么列明的生产企业的名单 非常严苛的 其实呢 其实一句话 也就是说 这部分情况 是你自产 或者 适同自产 我才让你 使用免抵退税政策 一个 第二个 使用一般计罪方法的 零税率 应税行为提供者 发生零税率 应税行为 那么这主要是针对什么的 针对服务的 这服务 也必须是你自己 那么研发的服务 那么你自己呢 提供的服务 而不是外购的服务 外购的 咱们设用的是免退税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 外贸企业将 自己提供的研发服务 和自行研发的设计服务 出口 那么这里边 其实大家 你可以看到的一个是什么 这东西 是你自己生产 或者是呢 自己研发 自己呢 设计的 那么强调自行的 或者是四桶自己的 咱们出口 才能够享受免税 抵税 并退税政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免退税办法 免退税办法 它是呢 不具有生产能力的出口企业 也就是说 什么企业 外贸企业 那么或其他单位 出口货物 劳务 他自己没有生产能力 说明他这货务劳务怎么来的 收购来的呗 我从别人买进来之后 我在出口 你看 还有外贸企业 外购 服务 无形资产出口 一句话 你从外边买的货物 劳务 服务 无形资产 咱们再来出口 这时 适用的 免退税方法 也就是说 资产的出口 是免底退税 那么 买进来的 你在出口 买进来的包括 货物 劳务 服务 无形资产 那么你在出口 适用的是 免退税方法 这是两大类 最主要的方法 那么大家说 还有没有零行的 有 但是最主要的 你把这最主要的 页面记住 这就OK了 下边 采用了 减一几率方法 纳税出口货物的 免税不退税 为什么呀 减一几率 你没有进下税 有可退呀 退什么退 免税就行了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放弃是用零税率的规定 它的规定是什么 境内的单位个人 提供的 是用增值税 零税率 应税行为的 可以放弃 适用零税率 你不用零税率了 你可以选什么 可以选择免税 或按规定 交纳增值税 注意 选免税 或按规定 交增值税 放弃适用增值税 零税率之后 36个月之内 不能呢 再申请 适用增值税的零税率 这是咱们呢 增值税的 这个零税率 你可以放弃 你可以选免税 或按规定 交增值税 但是呢 你放弃之后 不能想放弃就放弃 想享受就享受 所以是36个月之内 不能再申请 适用的零税率 这是咱们两类 最主要的 免抵退税的方法 和免退税的方法 那这是第二一个 第三 增值税的出口退税率 出口退税率呢 一般来讲 它的税率是多少 它的退税率多少 也就是说 你税率13% 你退税率13% 你的税率9% 你退税率9% 你服务的税率6% 那么你的呢 退税率也6% 一般来讲 它的税率是一样的 但是有没有特殊 有 你看 这里边就有一句话 除另有规定外 咱们出口后的退税率 为它胜的税率 它有另有规定啊 咱们国家现在退税率 有几个 有3%的 有10%的 有9%的 有6%的 有0的 0税率的 所以这里边 那就会出现 那么可能 你的征税税率 和退税率 不一样的情况 那是有可能出现的 下边 服务和无限载的退税率 就是它胜的税率 什么意思 服务和无限载 没得说 争多少 退多少 百分百都退给你 这是呢 一个 下边是用 不同退税率的货物 劳务 还有跨境因素行为 应分别报关 核算 那么 你要呢 分开报关 核算 并申报退税 那你没分开 报关 核算 或划分不清的 我问大家 什么情况 纳税从高 退税从低 你看 同低是用退税率 纳税从高 退税是从低的 这是呢 我们所介绍的 第三一个增值税的出口退税率的问题 第四增值税退免税的计算依据 计算依据什么样的 对于呢 退免税来讲 咱们先说 生产企业 出口货物 劳务 即发生因素行为 换句话来讲 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什么 你出口 自产的 货物啊 服务啊 等等等等 那么 你使用的是 免 抵 退 免税 抵税 并退税的方式 它的呢 依据是什么样的 这个依据 咱们分成三种情况 第一个 一般贸易 什么叫一般贸易 我从国内采购的东西 生产产品 然后出口 没有什么 其他的特殊情况 那么 除 进料加工复出口 咱们一会再说 进料加工复出口 那是特殊的 那么除了进料加工复出口之外的 一般贸易方式 咱们以什么 以实际的离岸价 那么 进口以倒岸价 出口以离岸价 那么以 FOB 这个实际离岸价 做退市的依据 一个 那下边对于 进料加工复出口 什么叫进料加工复出口 比如说 我从国外进了 三千万的材料 那么我进料的时候 是保税进的 你因为这东西将来还要出 咱别折腾了 所以进的时候 你别交税 保税进的 那么下边 咱们再出去 我生产产品 我出口 那么出口金额是 七千八百万 如果七千八百万呢 收入 那下边 我的净出口额是多少 虽然我出口额是七千八百万 但我用了三千万的国外的材料 所以我的这个净出口额是四千八百万 所以对于进料加工复出口 它是用了国外的材料了 所以咱们在退税时 按照净出口额 做退税的计税依据 来说老师 那么咱们的呢 这个文件中没这个词 确实没这个词 这个词是我给大家总结的 那么这个净出口额是什么 是以离岸价 咱们刚才七千八百万 扣除出口货物 做耗用的保税进口料价 保税进口料价是三千万 那么保税进口料价后的金额来确定 你这三千万 我来的时候没征你税 现在我也不退给你税 就是按四千八百万 来做退税的计税依据 这是第二个 第三 国内购进无净相税额 我买进的东西没净相 且不具体净相税额的免税原材料 我加工后出口 那么如果我买的农产品 那么农产品收购发票没净相 但我可以具体净相 那么算不算这种情况 不算 它是呢 没有净相税额 而且我也没具体净相税额的免税原材料 加工之后呢 在出口的 那么按照出口货物的离岸价 扣除出口货物所含的 国内购进免税原材料的金额后 确定 那么这个情况 考试中根本没设计过 你就不用管它 你就把前两个看到就OK了 这是第一个 第一大类生产企业出口资产货物 咱们是免底退税 第二类外贸企业 你买进之后 你再出口 咱们是以购进价格作为退市的计算依据 但它又细分为两类 哪两类 那么其实最常见的是这一类 其他情形 咱们说最常见的 你外贸企业你买进了3000万的服装 你出口金额 你拿到了呢 一个增税专业发票 那么税率3% 现在呢 你把它出口了4000万 咱不能白忙活啊 咱得赚点钱 你的按价是4000万 我退税多少给你退多少 4000万免税了 我退税直接按购进金额 这3000万跟做退税依据 所以呢 它是以购进出口货物的增税专业发票上 著名的金额 或者你这货是从国外进口的 那么就是以海关进口增税专专业交款书上 著名的呢 完税价格做退出的计数依据 那么你从国外进口的3000万 你再把它出口出去 那么咱们就以进口的时候那个完税价3000万 做退出的计数依据 是最常见的情况 那么有一种特殊 叫特殊什么呢 出口委托加工修理求配货物 比如说我从外边买进了2000万的布料 我买了2000万布料之后 我找人加工 我付加工费付多少呢 比如说我付1500万 那我这时候退税 我卖了 我出口卖了8000万 假设我卖了8000万 这时候我退税按多少退 您知道咱们外贸企业在退税的时候 它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吗 外贸企业在退税的时候 你的购进的那个商品的名称 和你出口的商品名称必须一样 你买进的是玻璃 你出口玻璃 你买进的汽车 你出口汽车 你买进轮胎 你出口轮胎 那你说你买进的布料 出口服装行不行 不行 匹配不上 它的进的单子和出的单子必须要匹配 你匹配不上 所以咱们才会对外贸企业呢 出口委托加工货物 它有下边的要求 你知道这个过程之后 下边的要求就很容易理解了 那么它是以加工修理就费费用 专票上注定的金额 那你说一千五百万吗 不是 而是怎么办 而是要求 除了进料加工 进料加工应该是海关保税的 那么这一时直接开加工费就行 那么除此之外 其他情况 你外贸企业 应该将加工修理就费使用的原料 作价卖给 受托加工修理 许费者 产典企业 也就是说 我把这两千万的布料买进来之后 我开票 开给你这家加工企业 那么我给你开了两千万的票 回头你又收了我一千五百万的加工费 因此你给我开票 开多少 你给我开 三千五百万 看到吗 他把两千万 发票 开给加工企业 加工企业把两千万 加一千五百万加工费 一共三千五百万 一并给我开过来 你看 他销售给 那么受托加工修理费企业 受托加工修理费的生产企业 应将原材料 成本并录 加工修理费 费用后楼 给你开发票 开过的发票 就变成什么了 就变成了 咱们的服装了 变成服装之后 那么我就按服装 那么 我的采购金额 三千五百万 来做退市的积水依据 那么注意 外贸企业 它是以购进价格 而不是离岸价 或者净出口额 做积水依据的 这是外贸企业 和生产企业的不同 这是前两个 第三个 第四个 大家简单了解 一旦而过即行 那么出口 进向设 没计算抵扣的 已审过的设备 我这设备 想当年没抵过进向 现在我把它出口了 那怎么办 它的呢 退免税的呢 积水依据 等于你专片上的金额 或海关进口增税 专件款书上 著名的晚税家 因为你当时的 买这个设备的价格 乘于已审过的设备的 棍散净值 那么除以已审过的 设备的原值 什么意思 那么这里边 也就是说呢 你按照净值率 比如说 我当时买这设备的时候 是这个8000万 现在呢 我的净值率 是60% 那么我出口退免税的 计税价格 就变成了4800万 这是以 想当初设备的 买进的价格 乘于设备的净值率 来计算呢 它的退免税的计算依据 这是第三 第四 免税品经营企业销售的货物 是以构定货物的呢 专片著名的金额 或海关进口增税 专件交款书上 著名的晚税价格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你是 如果呢 从外边买进来的 那么拿着专片 以这个上面 注明的金额 如果你从别的国家进口 你是以呢 这个晚税价格 来做呢 退免税的计算依据 后边这两种情况 简单了解 一大而过 最关键的是要注意 生产企业 免底退税的依据 和外贸企业 免退税的依据 这就OK了 来 我们看 具体的计算 这个是相对复杂的 增值税 免底退税的计算 那么免底退税 针对谁说的 针对资产 你出口资产货物 服务 咱们用的是 免底退税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 免底退税的含义 你知道吗 生产企业之所以复杂 就是大家 很多学员都理解不了 什么叫底税 一个 第二个 一般贸易方式的 出口退税 第三 进料加工方式的 出口退税 咱们说这么 三件事 第一件事 免底退税的含义 在免底退税里边 第一个是免税 免税 是对于生产企业出口的 资产货物 在出口时 免征 什么叫免税 免税最好理解的 你把这货出了 我免征你本且生产 销售环节的增税 你出口的时候 这个环节增税 我不争你的 要免税 那么免税和零税率的 不同在哪 免税 我只是免这个环节的税收 而零税率 我不但免你这个环节税收 你这个环节 你生产这个产品的 这个所含的税收 你的增税 我要给你退了 这才是零税率 所以免税是不同于零税率的 那么你看 这是免征本企业 生产销售环节增税 第一个 第二个 什么叫抵税 其实难 在抵税的过程中 抵税 不是一个动作 它是一个结果 抵税是生产企业出口 自产货物 所耗的原材料 燃料 动力等等 应予退还的进项税额 抵顶内销货物的应纳税额 抵税的意思是 以外销的应退 抵内销的应纳 那么外销的进项税额 你生产外销货物的进项税额 分成两类 哪两类 一类是应予退还的进项 另外一类叫不予退还的进项 不予退还的进项 咱们在税收中还有一个词 叫做什么 叫做免抵退税 不予免征和抵扣税额 我一会给大家解释 免抵退税 不予免征和抵扣税额 那么你把它分两类 那么其中用应予退还的进项 以内销的应纳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什么叫退税 退税呢 如果你抵完了就不退税 没抵完就退税 你看生产企业出口的资产货物 在当月内应抵顶的进项 大于应纳税额的时候 你有一份没抵完 没抵完的 咱们就要寓意退税 它是这么样的三个字 免抵退税 那大家说老师不理解 不理解你刚开始接触 是再正常不过的 所以我现在呢 给大家做个小小的解释 比如 我呢 现在有一批进项税额 假设我的进项有一千万 有一千万 咱们就说假设 它能分开核算 我说的只是假设啊 那下面怎么办 我假设这呢 四百万 我生产的是内销货物 我生产是内销货物 我内销货物呢 我生产产完之后 我产生的销项 你看这是我的进项 是四百 那么我产的销项 比如说是五百五十万 我的销项税额是五百五十万 那么我内销的应纳税额 是多少 是一百五十万 再没有任何问题吧 这内销的应纳税额 这是一百五十万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下边你看一看我外销这块 我外销这块 我的进项税额是六百万 我生产外销货用的进项税额是六百万 这六百万是不是我全给你 抵或退 不是 那么由于咱们原则上 你是争多少退多少 那么争取税率和退税率 应该一样 但是有特殊情况 你比如说我这产品 有可能征税序率 国内征税序率 百分之三 但退税序率是百分之十 我有三个点 我不给你退 我不给你退 那么这时候 你看我这个六百万里边就会有什么 我可能这个给你退 假设说我这里举个小例子 就是五百五十万 我就是一五百五十万给你退 另外五十万 由于你征税税率和退税率存在差额 有三个点我不给你退 涉及到的三个点的税额应该是五十万 我不欲退还 你看我这个是不欲退还的 你这个是应欲退还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也就是说我怎么办 它是由于征税税率和退税率存在差额 我有一部分税额我不给你退 但我买进这材料的时候 我所有的进项税额全抵扣过 我全抵扣过 那么我现在你这五十万不让我抵 也不让我退 我就得怎么办 它叫做不欲免征和抵扣税额 那么咱们把它在做账的时候 只能做进项税额转除 为什么做进项税额转除 因为我买进了的时候 所有的进项税额我全抵过了 现在你不让我抵不让我退 我要做进项税额转除 我做完进项税转除之后 我这批货物出口了 那么你应该给我退多少税 你应该给我退五百五十万的税 然后税务局说太麻烦了 为什么太麻烦了 你看你内销这块要交一百五十万 如果咱们这么操作 你内销交一百五 我外销给你退五百五 大家都会很理解 没任何问题 那下边人家说了 算了吧 你别折腾了 你别给我交一百五 我也不给你退五百五 干脆你用了外销的应退五百五十万 抵内销的应纳 你抵内销的应纳 你内销应纳多少 内销应纳 一百五 所以呢 你抵完了之后 你还剩没抵完的 剩多少 没抵完的还剩四百万 这四百万 对没抵顶完的 我再给你退税 这才会出现了 这个退税 就是免抵退 那么退呢 是没抵完的才退 你看这个就没抵完 我这四百万将来退 到底退多少 咱们再说 你的推出的最高限额是多少 一个 那么比如说 我这个位置 我内销的这个应纳 销项税额 比如说是 一千零五十万 一千零五十万 我内销的应纳税额 就是一千零五十万 减四百万 我就变成了内销的应纳税额 六百五十万 我内销应该 交六百五十万 我外销应该退五百五十万 什么结果 你别给我交六百五了 我也别给你推五百五了 干脆你只给我交一百 也就是说 用五百五 那么你去抵内销的应纳 六百五 那么抵完了之后 你内销直接纳一百万 咱俩互相迁了 就会出现 你全抵完了 咱就不退 这是免抵退的含义 我们再说一遍 先免税 再抵税 所谓的抵税 是用外销的应退 抵顶内销的应纳 没抵完 才退 抵完了 咱们不退 这就是免抵退 这是三个字 你知道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个吗 在十几年前 曾经有个学员就想不明白 给我打电话 老师我到这单位了 我们单位天天出口货物 咱们天天说免抵退税 我到单位半年了 半毛钱的税没给我退过 我就给他讲 那是你抵完了 所以不退 然后给他从免税 抵税到退税 讲了一小时 他说老师我明白了 到最后把我耳朵 就拿手机你想想 就在耳朵这打电话 那么耳朵都热的 是这种情况 这是免抵退税 一个 那下边咱们来说 第二个 一般贸易的出口退税 一般贸易的出口退税 相对简单 首先第一句话叫免税 免税什么 免征出口环节增值税 这是第一 免征出口环节增值税 第二 抵税 抵税是什么 用外销的应退 抵顶内销的应纳 抵税 它之所以难理解 在于 它不是一个动作 而是一整串业务的结果 体现了抵税 那么抵税 咱们先说第一件事 干什么 替税 什么叫替税 我当时买这个材料燃料动力 我有一大堆进向税额 我都混在一起 抵了进向了 抵完进向之后 那么由于出口货物 征税税率 比如说 它国内销售征税率13% 退职税率10% 中间有三个百分点的差 这三个百分点 我不让你免征 我也不让你抵抠 当你当时抵了怎么办 我扒一脚 给你从进向税额 里面踢出去 有人说 这个踢 我把它踢出去了 那么一脚踢出去了 那么也就是要做 进向税额转出 那么这个词实际上是由于什么 由于出口后的征税税率和退税税率不同 导致我的进向不能让你全抵 不能让你免征 所以我才出现了 这个进向所转出 它的在出口退税中的词 叫做免抵退税 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免抵退税 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等于 李岸家 就是你的FOB家 乘以出口货物的征退税率之差 两个税率之差 是由于征退税率存在差额 咱们才会有一份税 不让你抵 不让你退 都要做转出 这是做转出 做转出之后 你就跟没事人似的 你该怎么计算 应大税额 就怎么计算应大税额 不受影响了 那就是说 我要计算应大税额 计算应大税额的过程 就体现了抵税的过程 那大家说怎么体现的 咱们一会看 那么你计算出来应大税额 如果是负数 负数说明有留底税额 有留底税额 你就是有期末留底 留底税额 那么才会涉及到退税的问题 你没有留底税额 如果你应大税额大于零 说明什么 说明抵完了 咱们就不用退税 那么这一步 咱们来解释一下 这句话是 抵税不是一个动作 而是体现在应那税额的计算 整个这个过程和结果之中 咱们来看一看怎么体现的 你看我的当期应那税额等于什么 当期应那税额等于当期内销的销项税额 你得注意啊 是内销的销项税额减去 我的云须底的金项 预底的镜项是镜项税额减去 免底退税 不得免征和底后税额 由于出口退税 征退税里存在差额 所以一份税额不让你底不让你退 这叫做镜项税额要做转出 镜项税额转出 你允许你的金项就会减少 所以你看我用镜项税额减免底退税 不得免征和底后税额 得到的是允许底的税额 那么减去上期留底 上期留底你可以忽略不计 就上期没底完的本期接着底 那下边我拆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 这个镜项税额 那既包括内销的镜项 也包括外销的镜项 所以我把它给拆一下 你看就变成了内销的销项税额 减去括号里边 内销镜项加外销镜项 我的所有的镜项 那么减免底退税 不能免征和底后税额 然后减上期留底 好 下边大家看我的动作啊 看我的动作 这动作很重要 把这打开 把这块打开 那么这 下一个块 这变成什么了 减好了 你这么做之后的结果是什么 你这么做的结果 内销销项减内销镜项 你看 这内销销项减内销镜项 第一个 然后下边减 话里边 外销镜项项 你外销 你生产外销户 所用的镜项 减去 免底退去 不得免征和底后税额 然后减上期留底 我一直说了 上期留底是个小尾巴 你就老带着它就行了 那咱们来看一看 我问大家 这叫什么 这叫什么 内销销项减内销镜项 这叫什么 这叫做内销的盈纳水额 对不对 那么你外销的镜项 减免底退去 不得免征和底后税额 也就是说我刚才 我外销举的例子 是600万的镜项 但有550万 我应该给你退还 有50万 由于征退去的之差 那么我不让你免征 也不让你抵扣 咱们怎么办 就是免底退税 不能免征和底后税额 这份税额我不抵 所以我用全部的600万 减免底退税 不能免征和底后税额 得到的550万 这叫什么 这叫做外销应退税额 你看 我用内销的应纳 减外销的应退 再减上级流利 那么这叫什么 用外销的应退税额 应预退完的税额 抵抵内销的应纳税额 如果你这个数字出来 结果是个正数 比如说正的300万 说明什么 说明我抵完了 这时候比如说 你内销应该纳1000万 你的外销应该退700万 那么我用外销的应退700万 低顶内销的应纳1000万之后 我内销只销交300万 那么我还用不用退税了 不用的 现在我全退给你了 那假设说 我内销这个位置是100万 那么外销应该退700万 我用外销的应退 低顶内销的应纳 那么抵完了之后 我还剩下600万 那么没抵完 没抵完我才退税 没抵完表现在应纳税额计算中 是应纳税额是个负数 负数表明没抵完 没抵完咱们才涉及到退税的问题 这时呢 咱们再说一遍 免税之后抵税 抵完了 说明应纳税额是大于零的 咱们就不退了 然后没抵完 说明应纳税额是负数 有期末留底 那么咱们才退税 这一时呢 大家要注意的过程 一个 那下边退税 第三步退税 退税的话呢 我不能说你剩多少给你退多少 所以第一步 我要算一个限额 算什么限额 算出口退税的最高限额 我最多给你退多少 这在出口退税中 叫免底退税额 免底退税额 等于出口货物的离岸价 比如说离岸价 1000万 我退税率9% 那你1000万乘9% 那我给你退 最多退90万 这是出口货物离岸价 成出口货物的退税率 那么这是退税的最高限额 为你画一条红线 我最多给你退这么多 下边 比较确定退税额 谁和谁比 咱们的期末留底 你有期末留底 我期末留底 比如说有600万 我退税的最高限额 比如说我只有90万 那么这两个哪个小 我按哪个退 我按哪个退 我按照 退税最高限额来退 如果我期末留底是60万 我退的最高限额是90万 那么我按照60万退 哪个小按哪个退 按期末留底税额和免底退税额 较小一方来退税 那下边最后一步是免底税额 免底退税额 比如说免底税额是90万 我应退税额是60万 那么有30万是什么 30万是什么意思 我最多给你退这么多 而你的镜像 你用的镜像 应该退的税额都没这么多 所以我只能给你退60万 剩下的这个30万 那么我这期也不给你免 也不给你抵 下期也不给你免 也不给你抵 这就叫做免底税额 那么免底税额 要做成建教育附加的计算 一句 为什么 我说一句话 大家呢 您自己 那个琢磨就行了 我这里边不讲了 免底税额 实际上相当于这批货物 如果没有出口 而是在国内销售的话 他国内销售的应纳增值税额 那这是免底税额的一个真实的含义 那这个原理的东西 咱们不讲太多了 这是我们讲一般贸易出口的 免底退税的 那么这么三个大的步骤 这三个大的步骤 具体来讲 在一般贸易方式下 出口退税 第一步是做替税 由于征退税率之差 就是征税税率 退税率存在差额 咱们呢 要对你的那进向税额做转出 那么它叫做免底退税 不等免征和抵扣税额 第一个 第二步 直接计算应纳税额 计算应纳税额 它体现了抵税的过程 如果应纳税额 计算出来的结果 是个负数 是个有期末留底 咱们要退税 没有期末留底 是个正数的话 咱们没有税可退 说明抵完了 要计算当期的应纳 或留底税额 那么第三步 咱们要算的退出的最高限额 退出最高限额 是离按价乘退税率 那么这是退出的最高限额 也叫做免底退税额 下边把期末留底税额 与免底退税额比较 哪个小按哪个退 那么这是第四步 第五步 咱们用免底退税额 也退出的最高限额 减因退税额 得到免底税额 那这是咱们的五步 一般贸易方式下 咱们的出口退税 那么五步 这是我们所介绍的呢 这个一般贸易 它的出口退税 那么对于呢 进料加工贸易 比这呢 要复杂一点 我们来看一看 进料加工 什么叫进料加工 进料加工呢 比如说我要做呢 这个 棋袍 我要呢买那种蚕丝 假设我从韩国进口蚕丝 我进口蚕丝 做棋盘 那么由于这个蚕丝 进口的时候 如果你不是往外销 咱们呢 这个蚕丝直接要交 进口环件税收的 但是由于我还要呢 这个加工完棋盘之后 还要出口 所以我进料的时候 在海关就做了一个保税 什么叫保税 你暂时不交税 那么你等出口了之后 咱们也不交税 既然你进口的时候就没交 那我还用不用退给你税 那当然不退了 你都没交我退什么退呀 对吧 所以进料加工 它主要有一点 是由免税购进原材料 这是非常特殊的 也就是说 进料加工所用的料件 是保税进口的 那下边 咱们当期免税购进原材料的价格 包括你当期国内购进的 没有进项税额 且不具体进项税额的 免税原材料 这个内容你可以把它忽略 咱们考试中涉及到的可能性很小 包括当期进料加工 保税进口料件的价格 比如说 你买进了桑餐司从韩国 花了三千万 花了三千万 那么紧接着 我去生产旗袍 生产旗袍 那我这个材料就是什么呢 保税进口来的 这就叫做免税购进原材料的价格 一个 那下边是十号法 什么叫十号法 你买在这三千万的材料 那么你预计 咱们呢 比如说 生产七千五百万的呢 棋盘出口 你出口的计划出口额 是七千五百万 那么这时候 你会不会说 我一次性的把这三千万的材料 全都生产完产品出口 不会 我一定是 那么我这个产品 就是呢 生产一点出口一点 生产一点出口一点 所以我可能第一批 我可能出口了 比如说 两千万 第二批 我可能出口呢 三千五百万 那么第三批 我可能出口两千万 我一共出口七千万万 但是呢 我是分着出口的 那么我在出口 这两千万的货物的时候 我耗用的 这个原材料怎么办 它就要按照十号法 这十号法怎么办 十号法呢 是这么办的 咱们进口这批材料的时候 有一个进口计划总值 你的呢 进口的总值 进口总值是三千万 那么你下边 计划出口总值 咱们刚才说了是七千五百万 所以我就会呢 形成这么一个 这个计划分配率 那么这个计划分配率 这就是三千万除以七千五百万 那么这个计划分配率 你算出来 那么这个计划分配率 比如说是百分之四十啊 这数字对不对 大家呢 你再那个看一看 因为我只是刚才随意举这个例子 我有计划分配率之后 下边 你看 我这儿 出口了两千万的话 那么我按照计划分配率 比如说是百分之四十的话 那我乘百分之四十 说明我汉用的原材料是多少 是八百万 我这是汉用的八百万 那么三千五百万的话 我汉用的原材料是多少 是三千五百万 乘百分之四十 那这是一千四百万 两千万的话 乘于百分之四十 那我汉用的原材料是八百万 哎 我加在一起什么 八百万加一千四百万 加八百万 我把这三千万的材料 给耗费清除了 耗费完了 那么所以我是用呢 你的你十号法 是用呢 净料加工出口货物 所号呢 保税进口料件的金额 等于净料加工出口货物 人民币的离岸价 离岸价 第一批就是两千万 乘于净料加工的计划分配率 计划分配率比较百分之四十 那么来算出来 它的实际消耗的进口料件 那么对于呢 咱们的这种保税的产品 它有手册的 它手册要做核销的 它这么样的一个概念 它操作起来是比较复杂 对于净料加工 大家注意 它最重要的点 是有保湿进口材料 你保湿进口材料 在进口的时候免税了 所以呢 我退市的依据里边 算不算你净料加工 保湿进口材料款 不算 所以我以净出口额 什么叫做净出口额 也就是你的离岸价 减去它所消耗的 这个免税 勾进材料的金额 这叫做净出口额 来算的退税 这是呢 退市的依据 那么你看 它的这个退市的操作 第一步免税 和刚才一样 第二步 抵税 它就开始多了一个步骤 多了一个什么步骤 第一个 计算免抵退税 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的 抵减额 你看 免抵退税 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这要干什么的 要做净向税额转出的 由于 争退市力之差 咱们有 净向税额转出 而国家说了 既然你 进口的材料 我让你享受了 这种呢 保市进口的政策 那我就干脆 好人做到底吧 你这部分 虽然出口后 存在争退市力之差 那么这个差额 我也不让你 做净向税额转出了 不让你做净向税额转出了 就减少 净向税额转出额 所以叫做 净向税额转出的 低减额 它会使你 净向税额转出减少 它等于什么 等于你的 免税购进 原材料的价格 乘于出口后的 争退市力之差 那这是减少 你的净向税额转出 所以 在净向税额 真正转出的时候 它等于什么 等于离岸价 乘退市力的差额 减不得免税和 抵购税额的 抵减额 那么这个抵减额 你看 它又等于什么 等于免税 购进 原材料金额 乘于 争退市力之差 所以 我把它 再整合一下 相当于 我最终的 免抵退税 不能免税和 抵购税额 是多少 是离岸价 减免税 购进原材料 离岸价 减免税 购进原材料 我们就把它叫做 什么 净出口额 我 出口了 7500万 我进口的材料金额 是3000万 那么 我的 净出口额 是 4500万 叫净出口额 乘于 它的 争退市力之差 假设 它的争退市力之差 是 4% 我按这 4% 做 净向税额 转出 那这是呢 咱们的 净向税额 转出 它是以净出口额 把第一步和第二步 加在一起 它是以净出口额 乘 争退市力之差 来做 净向税额 转出 这是呢 第一步第二步 下边 它抵税 抵税 抵税 抵税也就是说 我计算的当期的应纳增值税额 当期应纳增值税额大于零 说明抵完了 那么当期应纳增值税额小于零 说明有期末留底 没抵完 咱们进入退税的过程 这是呢 抵税 紧接着退税 退税呢 只要有免税购进原材料 它有第二个抵减额 第二抵减额是什么 免抵退税额的抵减额 免抵退税额是退税的最高限额 既然你进口原材料的时候 我没征你税 所以我退税的时候 我也不能给你退税 我不能吃这个亏呀 所以咱们就要呢 减少你的免抵退税的最高限额 那么 所以就有个免抵退税额的抵减额 那么这个抵减额 它也是等于免税购进原材料的金额 乘于出口货物的退税率 大家发现了吗 免税购进原材料金额 形成了两个抵减额 哪两个抵减额 第一个抵减额 会使免抵退税 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减少 会使进向税额转出减少 也就是说 我既然让你免税进来了 那好 我也后来不用你补税了 我就干脆好人做到底 第一个 第二个抵减额 我会使得你的免抵退税额减少 为什么 这笔材料进口的时候 我没争你这个增值税 所以我现在也不可能给你退这个税 这就是咱们会使免抵退税额来减少 因此最终的免抵退税额等于什么 等于离岸价 成退税率 减免抵退税额的抵减额 而免抵退税额的抵减额 它又等于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 成出口货物退税率 所以你的真正的免抵退税额等于什么 就等于咱们的离岸价减免税购进原材料的金额 这就叫做净出口额 用净出口额乘退税率来计算退税的最高限额 大家你可以看到 其实呢 在有免税购进原材料的情况下 咱们的退税的计算依据 它实际上是什么 净出口额 你的这个出口额离岸价是7500万 那么你够进 免税购进的原材料是3000万 那么好 我退税的时候实际上是按4500万算 而不是按7000万算 这就是呢 咱们有一个这个净出口额的概念 下边第六步和前面一样了 要比较三是 你当期的纳税额 当期纳税额是负数 就有期末留底 要比较期末留底和五免底退税额 退出的最高限额 那么哪个小按哪个退税 最后一步确定免底税额 免底税额等于什么 等于免底退税额 减咱们的应退税额 它等于免底退税额 减应退税额 得到免底税额 它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呢 对于这个净料加工 它由于有两个底减额捣乱 会麻烦一点 你说老师我不愿意这么寄 OK我告诉你 你就直接把离按价 减免税负责原材料 寄成一个整体 叫做净出口额 咱们就要好寄很多 这是呢 咱们的退税的问题 所以对于净料加工来讲 它的退税是七个步证 那七个步证 第一计算免底退税 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的抵减额 它等于免税购进原材料的金额 乘于出口货物 征退税额值差 它会使得进向税额 转出减少 第一个 第二个是替税 那么是用的净出口额 乘于出口货物的征退税额值差 计算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这是真正要转出的进向税额 第二步 第三步 计算的当期的 应纳税额 那么咱们的抵税 体现在应纳税的计算中 应纳税的计算结果 是个正数 说明我抵完了 要交税 那么不需要退税了 如果是个负数 说明有期末留底 没抵完 它要涉及到退税 第四步 计算免底退税额的抵减额 抵减额等于免税 购进原材料的金额 乘于退税率 会使你退税的最高限额减少 第五步 你要计算真正的免底退税额 也就是真正退出的最高限额 等于净出口额 乘于退税率 那么下边 你用第三步 它的形成的期末留底税额 和第五步 咱们的呢 这个免底退税额 也退出的最高限额 做比较 那么得到咱们的应退税额 得到应退税额之后 下边第七步 确定免底税额 免底税额等于免底退税额 减去咱们的应退税额 它等于免底退税额 那么得到免底税额 这是净料加工 退税的这么七个步骤 大家呢 要注意 所以你看 一般贸易出口 和净料加工出口 其实就是净料加工 由于有免税购进原材料 所以它多了 第一步和第四步的 两个抵减额 这两个抵减额 都与免税购进原材料的金额 是直接相关的 那么这样讲比较声色 我们一起来看几道立体 我们一起来看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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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